Hello,大家好,我是Miko 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记得先帮我们like,share和subscribe 然后记得follow我的IG MikoMiko 第一则新闻 Mercedes-Benz GLC300 4Matic CKD 本地组装版正式登场 价格更清明 配备更丰富 直接便宜了51,000马币 这个价钱都可以买到一辆MaiV 新车开价378,000起 新一代GLC在4月份正式登入我国 只不过当时是从国外CPU的方式 在我国贩售 而上个星期 Mercedes-Benz Malaysia就为我们带来了 在彭亨州不干工厂生产的 CKD本地组装版GLC 新车依然是维持GLC3004Matic 单一车型可以选择 不过原厂为这款车增加了 脚踢式尾门和全颈天窗等CPU车型 所没有的配备 由于只是CKD的车型 因此在外观上是没有差别的 它搭载了AMG Line 运动空力套件 整体豪华稳重 又不失运动感 可以看到它有着AMG Line 独有的满天星水箱护照设计 并且有Digital light的LED头灯组 加上运动化保险杆和20寸的多幅式轮圈 整体造型相当Sporty 至于内饰 它就有原厂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有着12.3寸的全液晶仪表 和11.9寸的MVUX触屏主机 可以支援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也是一定的 另外它还有原厂标志的64色氛围灯设计 加上原厂为它配备了天窗、网上开车 氛围感十足 动力部分 它搭载了2.0Turbo引擎配Nigertronic自排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258hp 峰值扭力表现400Nm 配备4Matic四轮驱动系统 另外为了符合更严格的排放法规 原厂为它导入了MH E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有额外的23hp加200Nm动力 但是这主要是为车子的电力系统供电 以带来了更出色的油耗和降低排放而已 最后全新的GLC3004Matic CKD版 已经在本地发布 这一次配备更丰富一点 价格直接优惠 51,000令吉 新车售价从37万起 根据原厂的The Stellar Agility Plus Plan贷款计划的话 每个月只需要2988起 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不知道对它有兴趣的你们 准备好去订车了吗? 上次我们也有为这款车做过影片 点击上方小白点 你们就可以去看到啦! 来到我们的第二则新闻 2023年MazdaTree升级版本地销售员正式开放预定 在今年的4月份 原厂就在日本市场为当地的MazdaTree推出了 新年式的年度升级版车型 而近日就有本地Mazda销售人员在网上提前释出了 这一次升级版本的配置详情 并且也抢在原厂正式发布前释出了这款车的售价 新款本地起步售价上涨了6000令吉 将从149000马币起售 这一次它在本地将维持Sedan轿车版 和Liftback先备榜两种车型 并且分为了Mid、High、HighPlus和i9 Edition 主要是会升级新的10.25寸中控主机 同时支援无线CarPlay功能 只不过Android Auto还是需要数据线才能连接 另外在最顶配的i9 Edition车型上 它还搭载了12个Boss高级音响 以及加入了带Stop&Go的ACC功能 至于动力配置的部分 预计大马版还是维持了在1.5L和2.0L的 Sky Active G自然进气引擎双引擎的选项 其中前者最大马力表现118hp 峰值扭力表现153Nm 而后者最大马力表现162hp 峰值扭力表现213Nm 两者都是匹配了Sky Active Drive六速自排变速箱 最后目前原厂还是没有正式发布这一款车 但是销售员已经强先释出了新款车的价格 每个车型的售价上涨5000至6000令吉 那大家对这一次的升级版还满意吗? 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来到我们的第三则新闻 Toyota Voxic计划在印尼CKD本地组装 未来将销往更多东南亚市场 或许还有机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哦 新一代的Toyota Voxic是在2022年1月份全球首发的 而近日在泰国媒体Headlight Magazine获得消息 这一款车将会在印尼进行CKD本地组装的工作 之后再出口至其他东南亚市场销售 根据他们消息确认 Voxic会在泰国上市 而这一款车的到来将可以满足东南亚市场对于MPV车型日益增加的需求 并且也能和同级竞争对手Nissan Serena竞争 毕竟目前Innova Zenix虽然是同级别的车款 但是因为没有侧华门 因此对于家庭需求的消费者而言 多少都会有一些不方便 而有侧华门的Voxic就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 不过虽然有计划在印尼生产 但是Headlight Magazine并没有释出这款车什么时候 会在印尼开始CKD本地组装 因此还要等原厂进一步的公布 至于未来会不会引进大马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UMW-Toyota公布的消息吧 这一款车我们也有做过详细的影片 点击上方小白点就能观看啦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则新闻 Perodua Beza超越Myvi正式成为今年的新车销量王 大改款预计在2025年后登场 Perodua Beza作为大马少数的A-Segment sedan 在市场上一直都是很受欢迎的 而根据近日JPJ所公布的新车注册量 Beza今年截至8月31日的新车注册量 达到了56735辆新车 暂时登顶今年最畅销车型的宝座 而作为自2018年起 从小弟阿夏手中夺下本地最畅销新车宝座 连续产联5年销量王的Myvi在今年只注册了45000辆新车 排名第二名 现款Beza是在2016年推出的 它也是首款完全由Perodua自主研发的四门轿车 基于阿夏平台打造的它定位在A-Segment sedan 而当年原厂可说是对这一款车寄予厚望 定下高达每个月8000辆的销售目标 但因为当年自家大哥Myvi 以及同级对手Proton Saga在市场上的影响力 这一款车发布初期的每个月销量 几乎都在3000至5000辆之间徘徊 虽然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 而一直到2018年电召车司机成为日门行业过后 加上疫情的复数很多人买车来驾电召车找吃 因此这一款具备了空间省油耐用和保养费低的车子 就一跃成为了很多电召车司机的首选 就让它的销量连年上涨 直接达到接近9000辆的月销量 也在今年首次超越Myvi成为最好卖的车 那这一款车现在还可以登顶销量第一的宝座 也足以见得它在市场上还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因此它的换代车型GC并不会那么快推出 因为按照原厂一年推出一款全新的车型 以及一款小改款车型的策略来看的话 明年原厂计划要发布D66B SUV 而2025年可能还会有D06D Myvi即将登场 因此新一代的Beza可能要在2026年之后才会登场了 当然现在距离还有这么久 说不定原厂还会改变策略 多推出几款全新的车型也说不定 那样的话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快看到 换代车型的出现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重点新闻 记得like share还有subscribe 我是Miko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